小光选择先往后退 而且二楼的控制权CP应该也是告诉了小光 我目前已经失去了 中路一直在被压缩 棒能器掉在了原地 随着往后折倒地 扶了心要想办法先捡这个棒能器再说 看B区的单走了 有CMT能不能抓到一些机会 主要是现在感觉有点没隔断了 有CMT成功地突破进来了 但有个问题 怎么协同二楼怎么协同 用手撕 世界把小光的位置给撕掉了 把B点打穿了 而且把队友赶紧扩过来 同时中路有队友可以断对面的回防 就要看小K这个位置 他应该是需要等的 已经把正面的队友从B通送进去了 没有着急出枪 对 他没有出枪 对于SWELL来说 他更是会收集到一个比较错误的信息 方能器装起来 奎夫展开 甚至光还在A区 那这样回防的路径上会耽误很多时间 加上二楼被小K给占据 自己能够回防的角度是很受限的 这个奎夫一扑以后 这个回合对于方方来说的回防 已经是会很困难了 但所有手里是有中力技能的 要看给不给机会了 就在底下是有一个人的 直接把小K的位置先给炸掉 Yosemite 突然的一个会员CP也倒了 小空的位置已经没发现了 看到开火了 Yosemite的Ace 连暴能器都无法装下来 而且其实中路这一波 小K也是错失了很多机会 导致这边的玩意 或有机会去释放出来 给到这边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这分真挺吓人的 可以说Yosemite 一人拿了这一分 感觉不是很过分 是他的四个队友 辅助着他一个人去玩 感谢观看